9月中旬这里是位于Kitchener Waterloo地区的Sherden Nurseries 所有的绣球花八折 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它 漂亮吗 白色就像奶油白 然后变成粉色 Berry White 这个生长情况并不理想生长的 你看它还没完全表现呢 就变枯了 花店里这个位置是全日照 那么浇水一旦没有跟上 夏天前两天特别热 浇水一旦没有跟上 花就会有这种不良表现 或者提前衰败 如果能水分充足的话 在地灾的话 能持续很长时间 一直到霜冻 另外一个品种吸引我的 是它艳艳的红艳艳的小花 认识吗 认识一下 还专门写着Native北美原生的品种 像北美原生品种的 早叫Invisible Ruby 偷看了一下 价钱是45块钱 为什么说偷看啊 现在价格涨得简直是 不忍直视 不知道你是怎么想的 反正我看的绣球都是奔着红的去 红不红 认识一下品种 Firelight 也是Proven Winner的品种 刚开的时候都是大白花 看看这是过度的颜色 看到标准的牌子了 两加轮的 44块9毛9 三加轮49块9毛9 雷斯鞭 雷斯鞭 变色有不同的感觉吧 Little Quickfire 顺便提一句哈 因为我刚才闻到有味道了 闻到追星锈球的味道 追星锈球很多都有味道 那个味道有点酸臭 酸臭 酸吧 甭说臭 就是每个人的喜好不一样 你可能闻习惯了觉得挺好闻的 看看这个小家伙 真有意思 这么矮小的品种 你看那叶子也矮小 应该不是矮装素催出来的 应该是它品种来的 叫什么名字 你看这叫做 Child Tested Proven Wow Quickfire Fab 不知道这个Fab 是不是就是矮小的品种 Quickfire Fab 这个就是Quickfire 看比较一下 它植株大小 这边是大叶锈球 大叶锈球里头也有 你从蓝的盘子上写的 Endless Summer 无尽夏 无尽夏的品种 里头有一些 不是所有的 我发现 有一些 它秋天叶子也会变色 也很漂亮 所以说 如果你要 你要是无尽夏 养不出 复花的话 秋天看叶子也行 但是无尽夏新品种 它复花的能力 要强很多 比它最开始那一代 强很多 橡叶锈球 Oakleaf Hydrogen 你看那叶子像不像 橡树 北美原生品种 秋天叶子也会变成 红色 好了 这些锈球 特别是秋天的表现 你喜欢哪一种 欢迎在下面留言 谢谢收看 咱们下次见 见面 这些水冷烧水